知名餅舖 衣服堂老店 起火燃燒 地面部隊拿水線一字排開 包括夾娃娃機店 滷味店 還有茶堂 全力灌救 消防員提著瓦斯桶 就往外衝 避免火上加油 至少有兩部雲梯車搭載消防員 組成空中站立 從高處往下灑水 這個街庫的建築物 不管一樓或二樓 只能任由火勢失控蔓延 他是第一時間順利逃生的 衣服堂老店老闆 招牌在火警意外中受到矚目 因為現場民眾第一時間拍下照片 看板後方的確竄出火苗 周邊鄰居店家當時的反應是 台中中區舊城區失火 時間就在三號上午10點55分通報 現場在中山路與季光街的揭闊 包括衣服堂老店在內 一共7間店面遭到波及 作證火警現場的消防指揮官 點出防火箱關鍵 照理來講建築物應該都有防火箱 可是我們的防火箱都不見了 包括季光街現在燒的那邊 之前也是燒過了 附近店家說二十多年前 這個老牌也曾發生過火警意外 沒想到辛苦經營的百年餅舖 遭遇一把莫名火 重創新鮮 三日新聞台中 綜合報導